第八课 预见原来的我 课文 预见原来的我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自己婴儿时期的一张照片 你能认出自己吗? 也许你会一下子认出自己 因为你觉得你一直都是你 但实际上 从拍照片的那一刻起 你的身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说 你的皮肤自你出生以来 已经被更新一百三十多次了 你的酒窝不见了 五岁那年 你从高处往下蹦 跌倒了 脸上留下的疤痕掩盖了它 你的大脑 已经比拍照时增加了二到三倍的重量 如果你确信你就是你 不管怎样变化 那么 照片上的婴儿 到底是不是你? 是现在的你? 还是一个不同的过去的你? 如果是过去的你 那么有多少个过去的你? 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不同的你? 你用电脑生成了一张你五十岁时的图片 对你而言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有关本体的问题 困扰了哲学家两千五百多年 什么是本体? 这里说的本体 就是我们的思想或身体 赫拉克利特 把自我比喻为一条河 河流流动时 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但它始终是固有的那条河 它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为 不管你变化了多少 始终只有一个你 大卫修默不同意连续的自我的观点 他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的 我们的思想 是连续不断地认知组成的演变过程 而你可以推测 譬如 婴儿大卫的油画 呈现的是一个与成年大卫类似的人 并非完全相同 哲学家们对本体的问题各书己见 我们却在想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假如休默是对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十年后 你就会成为另一个人 你还需要遵守现在的你做出的承诺吗 或者说 一个被通缉了15年的罪犯 今天还应该为当初触犯法律的行为 受到惩罚吗 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 譬如 你去整形 你因为过于忧郁而吃药 你做心 肺 或者其他器官移植手术 这些都会逐渐改变你的面貌 情绪和行为 你 还是你吗 德里克 帕菲特有一个极端的空前绝后的假设 假如将他的大脑一分为二 移植进另外两个身体中 两个人术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都会认为 我是德里克 但是 德里克不可能是两个人 他也不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 由此 他得出结论 个人的本体 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瞒你说 对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 哲学家们的言论 学说 离我们十分遥远 我们不会陷入本体的思索 我们也不会设想 将大脑 移植给两个人 那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我们只想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可是 会不会有一天 你醒来 感觉今天的我不像原来的我 而像是一个崭新的我了呢 生词 婴儿 搬天腹地 更新 酒窝 蹦 爹 八 掩盖 大脑 确信 比喻 呈现 固有 阐述 陈述 见解 演变 推测 譬如 各书几件 通缺 通缺 触犯 惩罚 忧郁 肺 器官 移植 面貌 极端 空前绝后 昏迷 昏迷 清醒 言论 学说 遥远 陷入 思索 设想 性命 无忧无虑 崭新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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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